光前月那個dryway就像是一個飯店一樣 早上起來呼吸一口這樣的空氣 真的就值得了 有錢人的空氣特別清新 沒錯 這種假草皮其實比真草皮還要貴 對 可是比較不用維持啦 所以很多人其實都會想要換成假草皮的現在 所以這邊打著球啊 甚至他可以在這邊就練習高爾夫球推桿 我覺得這個甚至都有點像是 有一些那種高級飯店會擺一個戶外婚禮的場地 其實完全夠大 好啦 大家好 我是阿祺 之前我們介紹的豪宅呢 大家都嫌不夠好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來看兩棟真的很好的房子 這是我之前的房仲Karina 非常的有經驗 已經在業界25年了 帶我們來看這個真正好的 今天這第一棟呢 開價大概400萬美金 就是大概一億兩千萬台幣 五個臥房 六間廁所 包含其中五個是有浴室的 我覺得真的就是很漂亮 這個廚房也太美了吧 整個好高級喔 這個 這真的就是會有夢想中廚房的裝飾 不過這個房子其實比較老對不對 他們其實Renovate在211的時候 幾乎是打掉在重蓋 所以所有現在你看到的元素是比較大理石啊 白色的色系 但其實你從結構上就看得出來這個房子比較老 因為美國的一些比較老式的豪宅呢 通常天花板都矮一點 然後房間格的比較小 我覺得我要來帶你們看一個 剛剛有點嚇到我的東西 這裡呢 我本來以為是一個洗衣間 你看這個櫃子裡面 就是有洗衣機嘛 但其實呢 一個豪宅的洗衣間怎麼可能這麼小呢 這個是因為小孩子如果從外面進來 髒衣服是不可以戴上樓的 所以一定要現在這裡洗乾淨之後才可以上樓 只能說有錢人的規矩還真是多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 為什麼這個房子之所以稱豪宅 首先它的地點 然後它離湖很近 它有Boat Eastman 這邊有錢人都有船 你買來以後 你馬上就有一個停船的位置 因為它旁邊就是高爾夫球場 所以外面的view特別好 不管你是要打球還是開遊艇 這個房子都很方便 它就是像這種Windscoating 就是它很多地方 你看它的木頭的Millwork 跟它的這種Promolding 都是比較費工跟費材料的 傳統的美國房子 其實他們的餐廳都會像這樣小小的 他們叫Formal Dining Room 以前的房子都喜歡這樣 每個房間都小小的 但現在比較新蓋的房子 多半都是打通 空間比較大 一樓呢 有一個小臥房 旁邊就有完整的浴室 其實這樣的房子 在美國是比較搶手的 因為年紀大一點的人 不太想爬樓梯 這種在台灣是不是叫孝親房 對 孝親房 但台灣的孝親房 應該不能這麼小 但它旁邊就有一個全套衛浴 方便是方便 可是孝親房的話 通常要大一點 然後我們去樓上看看 這邊是通往主臥的入口 不覺得比飯店還氣派嗎 光主臥就有一個自己的entryway 房間不是特別的大 但是view超好 大家看這個外面的高爾夫球場 還有一個良情 我覺得這就是典型的美國人想要的生活 台灣有錢人可能想要活在鬧區 離所有的店都很近 美國人就是 我不要跟你們這個庶民相處 我要占很廣大的地 都是我的 然後外面有一個假草皮 可以讓你舉辦那種庭園派對 浴室真的很不得了 純白的大理石浴缸 那邊還有一個淋浴間 然後但我覺得重點是這個啦 所有的女生看到應該會尖叫的 超大的walking closet 這種感覺上就是要擺滿那個 名牌包啊 名牌鞋啊 這個其實主人應該是已經搬出去了啦 這邊就是留下來讓大家稍微 參觀房子的時候可以有個想像這樣 所以真正貴的那些愛馬仕包 可能都已經拿出去了吧我想 外方之所以我們會建議客人 把有之前的東西都先收起來 不能讓我們這些參觀的貧窮庶民看到 二樓除了主臥之外呢 還有三間臥房 每一間都自己的廁所 而且很漂亮帶我們來看這一間 這如果家裡面有小女孩的人 應該會很喜歡吧 真的是小公主的dream 對啊超可愛的 像跟潘奶小公主 而且我覺得它很特別的是 每一個房間上面都是小尖頂耶 我也喜歡這種挑高的天花板 真的很漂亮 每一間臥房外面的view都超棒 在高爾夫球場外面果然是不一樣 其實他們的玻璃也是比較厚的 隔音特別好 可以看到說玻璃是兩層 已經住在這麼安靜的地方還要注重隔音 看外面打高爾夫球炒大 有錢人果然在意比較多事呢 那它真正的洗衣間在這裡啦 這個尺寸才有比較像是豪宅的洗衣間嘛 其實美國豪宅呢 洗衣間都布置得很漂亮 一般平價的房子這個地方的檯面 一定就是用那種便宜的塑膠板 貴一點的就會用到這種真的是石頭 看一個房子的洗衣間就真的知道主人有錢的程度 在台灣這個房間都可以當宿舍了 那大家看呢 這邊就是他們地下室的生活空間 重點是它其實有一個額外的門的 所以今天小孩子如果要從外面帶朋友回來打桌球 是完全不會吵到樓上的爸媽 而且是不是以前比較講究的家庭 那個主人跟傭人走的路還不一樣 對 所以這個房子確實是有兩個通道 我們之前去參觀過那種古蹟型的豪宅啊 裡面就有非常多那種很窄很窄的路 就是為了讓傭人走不會被主人看到的 看這邊還有一個海水缸 招錢吶 有錢的人的興趣 我覺得重點其實是這個東西 哎呀 speak easy in a house 以前美國是有禁酒令的 所以如果你家裡面要喝酒 會被警察抓 所以有一個話叫speak easy 就是有像這樣藏起來的房子 裡面有藏酒 但是我們speak easy 不要告訴別人喔 所以這個搞不好真的 藏腔藏酒藏 不是好說的東西 不知道裡面是什麼的保險箱呢 肯定是槍 除了桌球之外呢 地下室還有一個男主人的辦公室 跟這個超級專業的健身房啊 這個是那個man's cave 我其實是很不懂這種啤酒遊戲 哇 外面這個環境真的超好耶 空氣超好 光前月那個dry way 就像是一個飯店一樣 早上起來呼吸一口這樣的空氣 真的就值得了 有錢人的空氣特別清新 沒錯 這種假草皮其實比真草皮還要貴 對 可是比較不用維持啦 所以很多人其實都會想要換成假草皮的現在 所以這邊打個球啊 甚至他可以在這邊就練習高爾夫球推桿 我覺得這個甚至都有點像是 有一些那種高級飯店會擺一個戶外婚禮的場地 其實完全夠大啊 我覺得他這邊要弄一個婚禮完全沒問題 你現在可以看到有人正在搭到夫球 這個真的神清氣爽耶 我的媽呀 這是私人的club 所以要加入必須要買membership 這是要有錢人才能夠加入的高爾夫球場 哇 常見人他們還有一個戶外的廚房耶 正和有油煙的東西就是出來烤 廚房就不會有油煙味囉 而且我覺得很難得的是他這個戶外主辦的空間啊 其實跟廚房是完全連在一起的 上面都有烏煙 所以不會淋到雨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冰箱 還有製冰機 完全就是summer的時候可以在這邊煮 美國人心目中完美的假日 就是戶外烤肉 喝啤酒 看球 冬天其實也可以享受戶外的這個活動 哇 它是hitty patio加上大電視耶 加上還有音響 你開了音樂有喇叭 哇 真的有豪有豪 不得不說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力 我就想不到原來有人冬天的時候 還這麼想要待在戶外 還搞了這個加熱的patio 你不但願意享受戶外 你還會請朋友來 真的 特別想炫耀 我有一個很厲害的戶外空間 我覺得今天看這一棟 真的是滿有張眼界的感覺的 我們去下一棟看看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棟房子 不得不說 好可愛喔 是那種有一點南法或者是加州那種路線 對 歐洲風 還有地中海風 對 大家看這個挑高的木頭樑 這個是三百年從法國運過來的 因為這個房子其實是建商自己蓋的 所以它非常多的元素都是 我想要什麼就是用到最好 特色比較強 剛剛那個是比較大眾口味的 因為大家知道美國房子在做remodel的時候 你通常都要想這個resale value 我賣掉的時候不會賺 因為我要賺當然就是做的比較大眾口味 通常就會賣得比較快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有錢就是任性 你也不在乎錢 對啊 也不在乎在賣是怎麼樣 我就是現在我要住這麼久 所以完全安心自己的風格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房子 真的非常的細緻 不僅是吊燈啊 門把 所有的東西都非常的低調 而且很多是從法國運過來的 還很多是古董 三百年的木頭 上百年的磁磚 而且常見人你看啊 這個廚房大有學問 這個打開 其實是個冰箱的呢 給你放飲料用的 所以如果朋友來聚會 從這裡面就直接把飲料拿出來 然後呢 很多人晚上都要加班嘛 小孩打球回來很晚 這邊這個是保溫用的 晚飯可以放在這裡 就永遠都熱熱的 或是很多人很講究那個盤子啊 杯子拿出來要是溫的有沒有 就是放這裡 而且像這個 你可能會以為是櫃子是不是 是個冰箱呢 那冷凍庫在哪呢 在這兒 這前一個主人應該真的蠻愛做飯的 因為他連這個都弄得很美 可能都還有標好 意大利菜放這 亞洲菜放這 然後放豆子啊 橄欖啊 然後大家看這邊 這有個小桌子對不對 美國稍微老一點的房子呢 都會有一個小桌子在廚房旁邊 因為以前還沒有31年代 那個主婦可能就會在這邊做一些記帳啊 什麼什麼事情 但是不要離廚房太遠 所以就可以一邊幫廚房顧火 一邊做一些帳物的處理這樣 另外我喜歡他這邊有插座 平常廚房不是堆了很多東西嗎 但是如果你在這邊放個電鍋啊 什麼你的雜物其實堆在這邊 外面廚房永遠漂漂亮亮的 這些東西都是離他主要的廚房比較遠 所以朋友來不會看到你的雜物在這 他這個廚房呢 還有很多其他的 detail 比方像這個 這個叫Pasta Arm 裡面是會出水的 所以如果你要煮湯啊 就不用拿去這邊裝很累嘛 就這樣這樣打開就有水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酒窖 是不是想要啊 常進人 但真的感覺他很細緻耶 因為你看連那個門 所有的門都像風景一樣 這邊呢 跟剛剛一樣 有一個一樓的洗衣間 這個呢 是烘衣架 因為一般的烘衣機 這樣一直滾其實很傷衣服啊 所以這個是把衣服 掛上去之後直接用烘的 好衣服就比較不會被烘壞 這個真的好實用喔 這個我有點想要 然後你看這邊這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的磁磚 就是古董從法國進口的 有錢人的小車迷啊 我覺得這個主臥真的是好美喔 大家看這個水晶吊燈 法式木門 夠高就氣派 然後還有小壁爐 然後最重要當然還是浴室嘛 是不是有種歐洲貴族的感覺 更衣室沒有上一間大 但是其實我覺得漂亮是完全不輸的 這是感覺上就十分的豪華 其實我們的更衣間大小是差不多 但沒有錢弄這些 這些蓋起來其實很貴的 然後這裡是它的地下室 也是有一個額外的房間 沒有上一間那麼挑高啦 有點壓迫 可是這間房子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它的木頭都是法國進口的 純原木之外 全部都是加熱地板 還有車庫也是加熱的 讓大家看看 看起來平凡無奇的水泥地 但其實這整個地方都是加熱的 熱呼呼 為什麼呢 因為聽說跑車的輪胎不可以太冷 比較傷車 因為它每一個房間的地板包含車庫都是可以加熱的 然後這邊是它的控制中心 你可以控制每一個房間的溫度不一樣 這個房子的主臥呢 是在一樓 所以二樓沒有那麼的豪華 但還是有一個獨立的洗衣間的 而且這個布置好特別喔 只能說主人的品味滿有個人特色的 很漂亮但真的很特別 從來沒看過這種洗衣間 它二樓呢 還有額外的四個房間 我們來帶大家看最漂亮的這一間 小站是很溫馨不覺得嗎 一樣是有這種水晶燈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超大的陽台 哇 空氣也是很不錯耶 它這種是地中海設計 房間的採光非常好 然後這邊是它的洗手間 這個房子的地平就比上一個小很多 可是你可以感覺得出來 它真的是建商的房子 因為所有的detail 都是用最高級的材料 最好的牌子 好令人羨慕啊 今天這樣看下來 常見人有沒有想要多賺錢 很勵志啊 我覺得怎麼賺應該都是賺不到啦 但我滿好奇的是 你們看這些這麼高級的豪宅 會不會看著看著自己很想買啊 會啊 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 夢想總要有嗎 我其實兩間比起來 我比較喜歡這間耶 我覺得這間比較溫馨 我覺得上一間做得很像那種Private Club 就是那種高爾夫球俱樂部 就是我們幾個人share的一個公共空間 但沒有什麼個人特色 這間真的就是個人特色強烈 而且說得在現在這種原物料工錢 都一直往上漲 你要自己重新蓋一棟這樣的 它要價每斤兩百多萬對不對 你實際現在重新來蓋的話 絕對會超過兩百萬 果然房子還是早買早好呢